歡迎回到全日總結的時間 創新的嘉賓仍然是要財政圈的 市務總監郭師志郭Sir 郭Sir你好 郭Sir,港股收市跌超過100點 跌穿24,000點的水平 但在內地方面,戶眾指升超過1% 今日兩地股市的表現如何分析 內地股市有少少斷定 不過美中不足的地方 未能成功回到2721點上 暫時勢頭仍然反覆視底 或是這樣的說法 仍然處於反覆欲尋低位的格局之中 不過經過今日的回升 勢頭初步有少少斷定效應 相對來說港股仍然仍然是受壓 我亦在幾集前跟大家說了 今個月,金郎是由22,392點 是12月25日的低位 升至今個月19日的24,434點 足足升至2042點 升至2000多點的指數 有少少反覆 或是順回三幾八點或四五百點 有時跌,會跌大了 是很正常的 而由於指數亦連續兩天下跌 升至兩天下跌 經過兩天下跌 亦都意味著持續沉頂的格局 暫時可能要先停一停 另外恒指亦是低收於十天線下留下持續兩天 即是第一個跌穿 你可以不相信,或是今天勝負 但第二個跌穿 似乎真的有少少回吐 所以做好少少風險管理比較好 下面的防守性據點 將會退守到五十天線 正在阻止水平 直到現在這一分鐘 今個月仍然仍是先低後高的形態 23,057 去到24,474點 1377點的波幅 相對11月跌了2,206點 相對12月亦跌了1,220點 今個月升高1,377點 根本上不算多 但沒辦法 如對A股就反覆 尤其是 早日市雖然去到24,434點 但成交金額是沒有再創新高 跟上個星期不同 上個星期雖然市有少少高台反覆 但成交金額900多億 我已經說了 成交金額是走在指數前頭 即是成交金額創大 有更高的指數 應該還在後面 果然指數最高到24,434點 但在當日成交金額 並未有進一步向上限 即是大市的動力不太配合 任何星市沒有動力支持 交投或者比較淡靜 意味著星勢很可能受到規限 果然大市現在處於技術上的調整之中 來到這一刻 到底怕不怕大市逆轉 太大幅度逆轉 暫時看不到 但由於兩天穿了十天線 第一 折低限度就不要 那麼勇走 只又買沒有買 因為勢已經反覆 第二 賺到錢的 需不需要下車 就自己考慮了 實際上整個大市 經過二千零四十三 四十二千的升幅 如果跌回五六百點 理論上還是調整三分一度 只不過是尷尬地方 如果十天線 或二十天線 二萬三千六百十八點 進一步受考驗的話 就會令整個 回調的氣氛 越來越濃 怎樣也好 今天的成交金額 到現在為止 看到是七八八十億 其實 用樂觀的看法 就會發覺 沽壓不是很大 不需要太害怕 看看你自己持倉的能力 一百萬的錢 買三幾十萬的貨 還有很多現金在手 的確不需要太擔心 先說明 要買優質的股份 但如果 一百萬的資金 買了九十或九十五萬的股份 就算我和你說 中期後市還是升 不需要擔心 只要明天再跌一跌 你的心就不舒服 無論如何 在看的是 自己組合的 投資價值 不斷萎縮 因為 收上現金比較少 就怕輸了多一點 到最後 當然是低價回途 這是比較可惜 所以 不管怎樣也好 既然你連續兩天 低收十千線 即是 持續沉頂的格股 轉移為反覆待變 既然反覆待變 我就看回自己的組合 如果是持貨多 哪有錢賺的 就著量計算數 沒所謂 但如果 持貨相對來說 仍然是少的 你說 中期後市仍然是好的 我繼續持貨可以嗎 可以 沒問題 其實 每個人 持倉 比例都不同 有些是強一點 有些是弱一點 但最終 都要看自己 承受風險的能力 到底有多少 如果早前一直 沒有看這個節目 沒有入市 沒有去買 偏偏去到 243400 才高追 那就吃虧了 因為升了2000多點 你才摸下去 你要博市再升幾百點穿頂 要承擔 萬一市一回頭 風險就是 人家平價買的 可以賺錢走 高價買的 當然不用輸才走 等下跌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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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跌� 甚至回稳也不頂 但兩天跌及穿10千線來收 技術上真的令人覺得不太舒服 不過先說明 無論如何 一月份只要能夠維持先低後高 是有來二月份的事進步向上推 下星期回來 要面對星期五期指結算 星期四期指轉倉 一二三三日 好友大戶會否稍微作一些粉飾 甚至反擊 不排除這個可能性 如果去到這一點 就要看 主要南投股的走勢而定 因為指數升和跌 到最後都是看匯豐、中移動、中人壽 三隻各有銀行股 包括工行、中行、建行 883中海洋石油 157 也不知稱和王、長實、新地和港交所 因為恒指成分的板塊已經佔60%有多 這堆藍醜如果相對比較穩定 市場最多是整股 這堆藍醜如果反覆大遠 情況就有點令人擔心 因為升得多的股份 去回吐好像和王一樣很正常 92.2人錢 其實剛才最低到91.5.5 就算由96.5跌到92.2 或者最低到91.5.5 即是由高台下來 已經跌了4.9.5 但相對78.3.5的開車來說 現在都屬於大眾小匯 但如果拿著一些 根本上由頭到尾都是未升過的股份 例如中人壽 或者中移動的心就說了 因為事實上來講 閃一閃上去就回頭了 不過基本因素就不是差得那麼重要 願不願意中線持有 就真的看自己的能耐 能力而定 在反覆市當中 持貨的能力 跟持貨的能耐兩隻相比 我覺得持貨的能耐 遠比持貨的能力更加重要 因為拿著400股匯豐那個 可能仍然還有很多錢在手 但他又忍不住市不斷地反覆 連400股匯豐都不想拿著在手 這個持貨是有能力 不過是沒有持貨的能耐 兩者小其一 其實你說都不容易 謝謝郭Sir 我們又看看今天藍籌股收市的情況 會控是升兩豪半去到86.4 中移動升一豪半報77.4豪半 中行跌一仙報4.17 公行跌六仙去到5.89 建行跌兩仙報7.03 港交鎖跌九豪報182.2 新地跌一元報135.1 長實跌三豪報132.6 中銀香港跌兩豪半報27 國壽跌一豪半去到31.45 中海有跌三豪八報18.64 中石花跌一豪一去到7.92 中旅跌九仙報7.63 中國海外母星跌15.24 騰商跌5.4報190.1 見到兩者重磅股 今天都要逆市上升的稍為發力 會否見到表現都是你滿意的 我傾向於整個大市 暫時來說是處於正常的星候整固之中 如果有個別的股份 在今日仍然進一步向上走 只是資金移動那麼大 都不知主要成份股 一定有基本因素支持 股價才可以進一步向上推 任何向上推的形態 很可能這一分鐘還未能帶出 全面性的刺激的感覺 因為你去到整個大市 如果你說很熱 真是打到你 要破頂 你總是覺得氣氛是完全不同的 包括匯豐又在行 然後中移動又上 或者中銀售 中資銀行都向好 成交金買到九百多億 那個情況 氣氛就完全不同了 不過這一刻 暫時來說 真的看不到 謝謝郭Sir 要問郭Sir 剛才講過的股份 有沒有哪種有持有 我持有少許內房股 謝謝 看看恆指 今天收市跌126點 拜拜